百年古樹,古早月餅 在新界東北打鼓嶺,有幾棵巨型的老章樹,樹齡都有二百年以上 人家說古樹有齡,可以同大自然連枝 離開古樹,我們去軍地探訪露餅店,看看他們的傳統製餅法 這間餅店已經開業五十年,每年農曆八月初一,他們就開始做月餅 一直做到八月十四,全部都是由老師傅製造,製慢工出細貨 這盒四寶月,就最多人買了 紅豆沙芽很好吃,香港人用自己煮的 百年用加麻煩腿,全部自己製的,自己練我們做基師傅做的 這種月餅和外面吃的月餅真的有些不同 它有一種很古舊的味道 我想相信也要下一間有五十年歷史的餅店才可以找到 好, bye 好, bye